在未来的一个月当中 A股就又将连续迎来 三大国际指数基金的活水 实际上A股是已经处在了 一个引入长期机构 投资者的过程当中了 那么新的角色究竟有何不同呢 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先生 杨先生下午好 下午好一会儿 这对于A股来说是一间大售 这个三大指数是集体纳入了A股 也意味着将来会带来规模巨大的 被动配置的资金 所以您觉得在这一段时间 国际投资者看好或者是不看好 A股的理由可能会分别有哪些呢 A股在近三年 先后纳入MSCM 富士罗素国际指数 以及标普道雄指数 这标志着A股的国际化程度 越来越高 那么现在呢 A股市场经过了三年的调整 固质上已经处于历史的底部 和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相比 现在A股和港股一起成为 全球资本市场固质外地 都有望吸引了外资的流入 特别是A股经过了 贷富调整之后 现在A股的投资价值量 已经越来越明显 那么以往呢 外资对于A股的配置较少 一方面是由于呢 A股的开放程度不够 以往外资投资A股 只能通过Q费 而Q费呢是有额度限制的 又加上汇出资金 也会有一定的限制 每个月汇出的资金 不超过上个年度末的20% 但是现在呢 这些通道都已经完全打通 Q费额度取消 加上每个月汇出的额度也取消 这样的话 外资想进出A股的通道呢 已经没有障碍 特别是在沪港通 去港通开通之后 那么外资每日净流入和流出的 这个资金呢 基本上没有限制 现在每天500亿的交易上限 远远没有用完 那这说明呢 这个外资进出A股 已经是没有流动性担忧 又加上A股的估值 比较低 所以外资在未来 配置A股的比例呢 会不断增加 虽然中国经济 在过去几年出现了 一定的这个下降 增速从以前的 8以上的高增长 进入到6%左右的 中速增长 但是从全球 主要资美市国家来看呢 中国的经济增长 仍然是最强烈的 那么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 特别是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那么中国一批 行业龙头公司 特别是像茅台 格力啊 这些消费公司 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关注 那么外资在这两年呢 大量流入A股市场 很多外资基金呢 业绩比较基准 就是这三大国际指数 随着A股纳入的比例 不断地提高 那么外资基金 必然会向上提高 A股的配置比例 那么外资以前 对A股配置的比例过低 远远跟不上中国GDP 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 那么现在呢 逐步地从低配 到一个标配的过程 可能都会给A股呢 带来5万亿到10万亿的 增长资金 也就是说未来 5到10年 那么中国资美市场 将迎来5万亿以上的 外资流入 而外资流入的方向 主要是这些优质的 龙头股 白马股 我把它叫做白了马股 那么现在 已经非常明显 那么未来 外资流入的趋势呢 还会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们看到 内地三大电讯运营商 上半年的业绩 已经全部都出炉了 根据统计 上半年三大运营商 共净利是768.49亿元 平均每一天 赚4.24亿元 那这三家当中 您觉得谁的前景是最好的 那对于未来5G商用步伐 您是怎么看呢 三大运营商都公布了半年报 整理来看呢 营业收入和利润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那么这也反映了 当前新媒体时代 那么流量呢 开始出现这个分散化 比如说微信出来之后 人们很少用短信 短信已经沦落为 这个接收微信验证码的一个工具 这是这个唐学院董事长 马化腾曾经说的一个话 因为非常形象的揭示出 现在三大运营商 他们的这个利润空间被压缩 但是三大运营商呢 也迎来了战略性的机遇 就是5G的牌照已经发放 那么将来在5G领域 将会产生大量的投资机会 5G相当于4G来说 不光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 并不是单单宽带变得更宽 这个流量变得更大 速度更快 而是会革命性的会影响很多行业 这件案会给三大运营商呢 带来比较好的盈利增长点 三大运营商呢 也有望结束这个盈利下滑的阶段 进入到呢快速增长的阶段 那么当然这个在4G到5G的 这个过渡的期间 仍然会不断地受到 新媒体的这种流量的分流作用 那么三大运营商呢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那么每个公司的特点不一样 用户群呢也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从盈利总量来看呢 肯定是移动属于盈利能力最强的 但是现在也是 现在净利润下降幅度最大的 那么联通呢 整体的盈利 这个总额不大 基数较低 所以未来在5G中呢 可能盈利增速会高一些 而电信呢 主要针对的用户呢 包括家庭用户 宽带和电话等业务呢 也有一定的这个自身的特点 整体来看呢 这个5G给三大运营商呢 可能带来一个盈利翻身的机会 另外说一下这个楼市啊 在这个房住不炒的长效 调控机制之下呢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啊 内地楼市的黄金十年 是已经过去了 那想问一下您啊 您是否也会建议投资者 是在未来的时间当中 不要再投资房地产实体 也不要再投资相关的股票呢 对楼市和股市的缺缺买效应 我一直有明确的观点 我觉得过去十年呢 是中国楼市的黄金十年 在楼市投资的投资者呢 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但是现在呢 房地产处于一个拐点 一个是限购限贷 越来越严格 国家提出房住不炒的这种原则 那么各地呢 因生失策来实施限购政策 房地产的二手房成交量呢 大幅萎缩 又加上按揭利率的上浮 所以对于房地产 投资的这种黄金时代呢 已经结束 未来呢 可能是白银时代 就是房地产呢 会出现分化 一些有刚需 位置比较好的 核心的房地产 可能还会出现价格上涨 至少是可以矿通胀的 但是一些投机客 比较多的住房呢 可能会有房价下跌的风险 而二手房成交量下降之后 也会影响到 房子买卖的流动性 这些呢 都会导致房地产的这种 黄金时代结束 现在居民呢 70%配置在楼市 这个比例呢 太高了 将来可能会出现财富大转移 其中20% 比如说流入到资本市场 那可能会给股市呢 带来黄金10年的机会 那么未来10年呢 资本市场可能会 有更好的配置机会 特别是资本市场里面的 优质物票 那么未来10年呢 将会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 所以我认为现在 这个应该是 从一些比较高的 这个房价里面呢 对象收益 然后进入到资本市场 去配置一些优质物票 好的 非常感谢杨德文先生 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见 再见